光是所有艺术创作的泉源 我的这一场乘着光影旅行的人生路 一面还在继续往前进行 一面又被某种力量逼着往回看 他是李平斌 曾获得七次金马奖最佳摄影 并以花样年华赢得开放 坦承影展最佳摄影奖 以长江图获得柏林影展英雄奖 奠定世界摄影大师的地位 许多人好奇李平斌的光影事件 也好奇他的摄影之路如何养成 2019年受到好友邀请 李平斌开始爬梳自己的人生 在2022年出版了 《光带我走向远方》一书 这是李平斌的自传 但更像是台湾甚至华人世界的 电影发展史 我的人生简单来讲 就是从一部电影到另一部电影 从清晨的微光到黑暗中 仍然存在着光 李平斌出生高雄凤山眷村 父亲早逝 家中由母亲王永珠扛下家戒 小时候他喜欢到村子的戏院看戏 他在书中写道 就算被罚贵 还是头也不回地走向电影院 为了减轻母亲负担 十岁的李平斌 自告奋勇 离家百里 只身前往木炸的国军遗族学校读书 虽然自小离家 但对他而言 陪伴母亲 是他生命中最渴望的事 然而事与愿违 喜爱电影的他 投身电影幕后工作 中影那时候有训练班 隔一两年会造成一次 我是第四届 就是从最小的助理开始 在那个时候 中影拍的片子量很多 所以在那个时候 如果真正爱电影 或者喜欢学习的话 那个空间是非常好 让你可以知道很多 前期后期的电影工作的 一些专业的知识 中影12年的磨练 李平斌参与台湾新电影的创作 拍摄出无数经典电影 然而这些成就 不是他的终点 1988年 他决定前往香港 接受更为现实的挑战 香港这十年 其实对我来讲 是我摄影人生的 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之前我在台湾的时候 只是拍了比较艺术电影 但是后来我发现 就是一个摄影师 光会拍一种电影是不够的 所以我在香港 我留在那里 也跟他们学了很多 拍动作片的技巧 所以对我来讲 也是另外一次的创业了 那个角度如果太出去 可以回来点 每一部电影 都要尝试不同思维 越大胆就越自由 李平斌在书中 这样描写自己 你知道他每次穿衣服 他很像个军人 你交给他就会做出来 我纪律性很强 所以如果你说要做个对比的话 夺风就是一个水手 那李平斌就是一个军人 很多摄影师他会要求你 或是朝灯光一点 或是左边边一点 有些摄影师会这样要求你 但是我觉得冰哥是完全浮贵 他会自己在那边抓头 李平斌自知摄影行业是残酷的 一个好的摄影师得与时俱进 持续学习新的技术 否则即便得过大奖 也终会被淘汰 这个OK桑一天就是日本人叫的 日本朋友叫的 是因为我在日本拍片的时候 拍第一次是叫春之雪 然后他们现场常常会有很多困难 但是我都用光跟镜头把它解决了 因为在工作的时候 常常有时候一个摄影师 你要坚持一个追求 就像我在日本拍这个 有个电车要到迪士尼 很短但是申请费用很贵 然后我们一上车大家都很急 赶快我那天日本光师 把灯都打起来 打起来一看 整个车厢都是反光 而且很假 但我就是很大胆的 我就叫他们关掉 但车子开的时候就是都被大楼挡住 都是黑暗的 但是黑暗黑暗 一下子阳光就进来了 阳光进来的瞬间就整个那个 车厢就真实了 而且气氛就很迷人 然后那个时光的流动 也一直在画面里面 因为电影工作其实也是个职业 拍的每个片子都是有很多钱的投资 所以这个挑战性就很高 我要找到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一个色彩 然后在我的影像里面出现 那所以其实我从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 他们有一句话叫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这个意思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 我的画面可不可以有诗意 或者是我听到有诗 我有没有画面 就开始学习这个美学 就是我这一生目前已经拍过一百多部 那一百多部里面很多大部分都是别人人生的 这个重要或是深刻的故事嘛 那所以其实我参与他们的人生 就好像我也跟他们过那一段 所以将近有一百多不同的人生经验 所以当我希望就是可以继续找到这个色彩 就是会让人家感动的影像 电影到我带到了我想象之外 无法抵达的天涯海角 光带我走向远方 是李平斌对自己超过半世纪电影拍摄过程中的回顾 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 让读者走进电影拍摄现场 看见李平斌对光影的大胆尝试 也带我们看见一代大师面对人生的处世之道 想看更多精彩的影片吗 现在就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告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